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 我之前一直想不通 妇娄为什么在传奇谷一边 围出这样一片花海 多亏了小春花哥哥才得知 原来是为了游丝 就是不知道 萧白会不会为你这么做 萧白虽然不怎么懂得浪漫 但他心里有我就好了 心里有你 你跟凤鸣刀 到底哪个重要 他还没做选择呢 你就这么有把握 你又不是我亲哥 你管这么多干吗呀 而且你现在也不需要 凤鸣刀心反了 现在的我对你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哥哥 哥哥确实没有事情让你去做了 但我想把你留下 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还是说你希望哥哥直接杀了你 你就放过我吧 等我跟小白成亲以后 我就安安心心地 做一个贤良数得的妻子 绝对绝对安分守己 上皇秋月 你疯了 心里只有成亲了 成华姑娘 安静等她过来 她又来了 你想干什么 重华姑娘是夫人亲自邀请来的 你可别打得主意 这丫头身上有长生果的秘密 我们就算都是为了夫人着想 也该把她抓到谷主面前 再好好审问一番 可 夫人那儿 夫人那儿好办 你就跟夫人说 她赏花赏雁卷了 跟你说了一声 先出谷了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行事 莫要让夫人知晓 城中各处都找了 就是没有春花姑娘的下落 可放可有什么挣扎的痕迹 没有 我早就说过了 不该带她来 徒增烦恼 而且她 春花姑娘可能又走丢了 不如我们去城外找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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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那儿呢 抓住她 去 危急的时候会想到叫哥哥 还算不错 你 pharm inici 原来是棱掌门 原来是秦道贤秦掌门 怎么又贤秦雅致 来这碧水城呢 事不相瞒 我就是收到了这碧水城 有长生果拍卖的消息 所以秦某想试试 这次拍卖鱼龙混杂 少有正道人士参与 我也是奉了少盟主之命 防范那些不轨之徒 秦掌门还是小心为妙啊 这长生果吧 不是什么邪物 它的好处你知道 我知道 大伙都知道 我秦某人 堂堂正正备了银子 堂堂正正地来拍卖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怕什么鬼啊 那我就助秦掌门雄心壮志 得愿已成了 禀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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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属下一路追随冷饮的行踪 发现他 他胆子倒是不孝 可是他杀了风轻卫以后 居然就此消失 随后上官秋月赶到 属下无能 只好先行李去 只好先行李去 这个老废物 背后一定有人撑腰 居然这么安静 还真是不像你呀 小婉 哥哥你救了我 我 春花秋月何时了 你遇险了喊哥哥 醒了却喊萧白 看来 看来还是没把哥哥放在心里 怎么会没把哥哥放在心里呢 妹妹有难的时候 哥哥出手相救 妹妹感激还来不及呢 是吗 哥哥就是担心妹妹 看错了人 谢谢哥哥 哥哥不用操心我 萧白一身正气 光明磊落 我失意到现在 都是他在庇护我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不知道你的萧白 与他父亲相比 是不是更胜一筹 那也比你好 我失踪了这么久 小白他们几个在客栈 一定着急死了 哥哥要不先让我回碧水城吧 难道哥哥就不想看看 长生果的热闹 要不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不好 长生不老哪有爱情重要 这是妹妹说的 虽然说这爱情的滋味 哥哥没尝过 不过呢 妹妹和那萧白之间 也没有形容的那么天雷地火 刻骨铭心吧 我拙子呢 所以啊 哥哥得替妹妹好好考验一下 那个武林少盟主 你要对小白做什么 妹妹你别担心 只是一个小游戏 妹妹就陪哥哥在这儿 好好看戏就好